第141集 叶琴是看着侯千姬说道 随意地向陌生的修士透露你们教派的底细 你不怕你们教主责罚 才说了 如果我是你们教的仇人呢 前辈说笑了 你若跟红云教有仇 见到小的便会立刻杀了 小的想逃也逃不掉 既然您没动手 那就是跟红云教无仇 再说 小的说了这些也无妨 这也并非是什么机密 我教的实力在混乱之地很容易便能打听到 前辈你要是加入我们教的话 至少也能出任护法之职 小的如果有幸能在您老手下混个差事的话 您老吃肉 小的好歹不是也能喝口汤什么的吗 侯千姬是一边快速地说着 一边是观察着叶琴的脸色 他见叶琴的脸上是无惊无喜 没有任何的反应 偏安下心来了 这至少说明眼前这位前辈修士和红云教 是真没什么恩怨 他呀也不用担心自己会倒霉了 叶琴呢平淡地点了点头 你们红云教总坛在哪里 这火焰山有你们多少人呢 总坛有些远 一直往北走数千里 离开火焰山脉便到了 这火焰山平时啊 只有少量的寻山弟子 前辈 您这是打算去红云教总坛 小的可以为你带路 不是 我来这火焰山脉有点事情要办 既然你们是寻山弟子 是这里的地头蛇了 应该对这火焰山的一草一木 都比较熟悉吧 能不能帮我一个小忙 你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妖兽 叶琴提出的这个要求 让侯千姬明显是愣了一下 他有些疑惑不解 这个前辈要找妖兽干什么呢 火焰山脉潜伏的妖兽有不少 不知道前辈想要找哪种妖兽 所以只要是火系妖兽就行 连绵数千里的火焰山脉 无处不充斥着浓烈的火灵气息 这里除了火系妖兽以及少量的土系妖兽之外 其他系的妖兽几乎是无法生存 就算是修仙者如果没有火灵根的话 也难以长久的在这里待下去 不过这样的地方虽然对于其他系的妖兽异常残酷 但是呢对于火系妖兽来说 却是一个伏地了 他们可以在这里肆无忌惮地 吸收天地间浓郁的火灵气 能够快速地成长 一片红褐色的沙岩地鹤之间 有三道黑影在地面上是飞快地移动 前面的两道人影显得颇为的缓慢笨拙 相比之下后面的青色人影则显得轻松许多 随意地迈开脚步便是数丈之远 不急不慢的是跟随着二人 其实叶秦并没有丝毫地放松警惕 他是用神石扫过周围的地形的 他呀并不太信任这两名红云教的弟子 不过呢要在这里寻找妖兽 恐怕还需要借重他们 还要多久才能找到妖兽 前辈 小的以前在这里遇到过不少的妖兽 只是我修为太低 平时遇到稍微强一点的妖兽 都不敢靠近 不太清楚他们的巢穴在哪里 不过小的很快就能把他们找出来 侯千姬是飞快地回答着 突然他的目光看到一块岩石上面 一团一团的灰泥 扑游的是停下了身形 他捏起了一团泥 闻了闻 脸上顿时是露出了惊喜 前辈 这里有干燥的妖兽粪便 这附近应该有妖兽出没 侯千姬小心翼翼地 爬到一处较高的山崖之上 四下一看突然脸色一变是骇然地俯下了身 叶琴也是跟着上了去 朝他刚才所看的方向看去 只见那是一条巨大的地表 大裂缝是深不见底 崎岖蜿蜒数十里长 大裂缝的峭壁之上是密密麻麻的 几乎全都是枯枝和泥石巢穴 此时只见众多火红羽毛的火鸟 在裂缝的上空是飞出了一大片 发出了鸭鸭的叫声 火鸭巢穴 叶琴惊讶飞快地扫了一眼 光是目光所能看到的火鸭巢穴 就有数千个之多 一个巢穴大约有五六只火鸭 这条大裂缝估摸着 至少也有数万只的火鸭了 况且谁也不清楚 这大裂缝下面究竟还有多少巢穴 要是弄不好的话 这里出现数十万只火鸭 那都不奇怪 火鸭是低阶的火系妖兽 体型不算大 张口能喷出火焰 赤上生烟 在世俗界 火鸭经常引起火灾 是不祥之物 火鸭王的羽毛上泛着紫蓝色的金属光泽 叶琴是回想上书上的记载 普通的火鸭是一到三阶的妖禽 火鸭王的实力比较强了 能达到四阶 论单个的实力 他并不强 算得上是低阶的妖禽 要猎杀单独的一只火鸭 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不过叶琴小心地扶在岩石之上 并没有贸然动手 猴千姬还有跟着上来的铁大胆 两个人呢是脸色沙白 菜也胆不大了 趴在地上是不敢惊动 山崖那边的火鸭群 前前辈 咱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 这里是火鸭的巢穴 少说也得有数万只 惹不起啊 要是惊动了他们 不用眨眼的功夫 咱们都要被焚成灰烬 骨头渣子都剩不下 铁大胆吓坏了 是哆嗦地向叶琴说道 这火鸭是群居的妖琴 还是妖琴中最有灵性的一种 极其擅长联合攻击 非常凶悍 报复心意也极重 一旦一只火鸭遭到了攻击 整个大裂缝内所有的火鸭 都会疯狂地扑过来 数万只火鸭组成的火鸭群 足以遮天蔽日了 这样庞大的火鸭群的实力 只能以恐怖来形容 他们不把入侵者杀死 是绝不会罢休的 侯千姬呢 害怕叶琴动手 是连忙解释着 这个火鸭的厉害之处 先离开吧 叶琴沉默了一会儿 点了点头 他的实力肯定是挡不住 这里如此庞大的火鸭群的 必须得想其他的办法 三个人呢 很快的是悄无声息地 离开了山崖 退到了一个隐蔽的地点 叶琴呢 他并没有掉头就走 而是在附近的山头 寻找了一处适合的作战地点 毫无疑问 他呀 看中了这里的火鸭 准备拿它们下手 前辈 你 你这是 想要猎杀火鸭 呵呵 你说呢 叶琴是平淡地说道 侯千姬是淹了一口口水 他是不敢置信地望着叶琴 他是心中赋匪呀 疯子 绝对是个疯子 招惹火鸭 就算是混乱之地的魔头也不会去招惹火鸭呀 我还想把他给拉入红云窖呢 可是现在看来 这位前辈用不了多久就会丧身在火鸭的口中 希望要泡汤 而此时的铁大胆呢 是心中发寒 他虽然呢 是胆大包天 但是就算在做梦的时候 也不会产生出猎杀火鸭的念头 两个人是相视一眼 同时看到了对方的心中恐惧 所以心有灵犀是蒙生了退意 前辈既然要猎杀火鸭 我们二人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 反而会拖累前辈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 我们兄弟二人就告辞了 他们是不敢在这附近多呆了 以免呢 叶琴惹怒了火鸭群之后 火鸭的怒火波及到他们 叶琴呢 也并没有阻拦 是朝他们微笑的点了点头 任由他们离开 一旦和火鸭群杀起来 他也没功夫去照顾这两个人 之后 他们二人呢 告诉了叶琴 就匆匆的狂奔到了数十里之外 找个地方啊 先藏起来 为啥呢 因为筑基奇修士身上 肯定有不少好东西 随便得到一件法器 都够他们快活上好几年的了 反正这位前辈 一会儿呢 就要被火鸭群给杀死 死后物品呢 都会遗留在原地 他们呢 就在这里等着 要不 不就便宜别人了吗 所以 这两个人啊 是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是乐呵呵的 小熄了起来 数日之后 叶琴来到山崖处 找到几只正在嬉戏的火鸭 一道金色光蒙 绞杀了过去 那数只火鸭 立刻是化为了肉泥 但是呢 有一只没死 是发出鸭的一声惨叫 是拽落在了地上 那一声惨叫 是惊动了大裂缝内的火鸭群 只听鸭鸭声 是不绝于耳 火鸭群 是愤怒的冲了出来 数千年来 没有任何妖兽 妖琴 赶在他们巢穴进行挑衅 这是入侵他们的地盘啊 只见一大片红色的火鸭群 发出密密麻麻的粗力叫声 从数十里地表 大裂缝内是 通空飞起 在天空盘旋起来 寻找着那个入侵者 叶琴呢 是月上飞剑 化为一道金光 急速地往附近十里外的一座山峰 就飞了过去 火鸭群呢 发现了入侵者 是疯狂地扑了过去 但是他们的速度 要比预见呢 要慢一筹 叶琴一边急飞 一边打出法器 将少数靠近他的火鸭给击落 回手 他就一头钻入了 早已经描好的 身风半腰的一个 狭小的洞穴之内 小片刻功夫之后 这个洞穴的外面呢 已经挤满了火鸭群 是密密麻麻 数不胜数 一会儿的功夫 火鸭开始成群结队地 冲入洞穴 此时的这整座山峰 都被庞大的火鸭群 给笼罩住了 火鸭叫声 那是惊天动地 远在数十里外的 一个山头上 侯千基和铁大胆 这两个人呢 是面面相去了 被火鸭群 那害人的声势给惊的 在几十里外 都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见过疯狂的 见过不要命的 但还没有见过 如此疯狂不要命的 数遍混乱之地 除了几个金丹老祖 级别的人物 谁去敢招惹 如此庞大的火鸭群 二人是惋惜地摇着头 可惜呀 这样有胆气的 枭雄修士 要是在混乱之地 扎根 肯定能干出一番大事 我要是能为他效力 少说也能成为一个 了不起的人物 可惜 却丧命在火鸭之首 臣不知道 他好好地去招惹 那个火鸭群干什么 侯千基想到自己的前途暗带 是不由得垂头丧气 管他呢 等过上两天 咱们去帮他收尸 也算相识一场 他不想活了 咱们还有大把快活的日子 要过不是 铁大胆呢 是在地上躺下了 毫不在意 他呀 也不想多想 混吃混喝就行了 而此时的叶琴 他可不是去找死的 他是花了数日的时间 在火鸭巢穴附近呢 找了这么一座山峰 山峰腹地 有一处狭小的洞穴 而这条洞穴 是直通山峰的腹部 非常的深 这样的狭小洞穴 足够让他避免 火鸭铺天盖地的 一拥而上了 只要不是同时 面对数十上百的火鸭 他便能够轻易地应对 他之前呢 还用法器在山腹内 挖了好几个出口 并且还有 大量的陷阱 就算到了最糟糕的情况 他抵挡不住这个火鸭群 也有后背的后路 可以逃走 此外 叶琴呢 还准备了好几十块 万斤重的巨型岩石 随时用来封堵 洞口和洞穴通道 还有 他的幕府内呢 已经收获了数以千计的果实 和上万的冰霜荆棘籍种子 果实呢 酿制用于恢复法力的冰霜果酒 是大量囤积 是足够他连续喝上一个月的了 而种子呢 是用来织网的 可以猎杀火鸭 想耗尽他的法力 那是没门的 进行了如此多的准备 叶琴开始觉得 这里的火鸭呀 有些可怜了 除了被他虐杀 还是被他虐杀 除非这些火鸭 能把整座山峰都给毁了 否则是根本奈何不了他的 叶琴之所以选定 这大裂缝的庞大火鸭群 为猎杀目标 那是有原因的 正常情况下呀 绝大部分的妖兽 都没有妖丹 上千只普通的妖兽中间 可能仅仅只有一两只 能够意外地截出妖丹 妖兽一旦截丹 实力远超过其他普通的妖兽 连兽源呢 都会大涨 叶琴呢 要用妖丹 从中提取微量的圆精 高级的妖丹 能够提取的圆精 那自然是多一些 大约呢 是需要十枚四阶以上 妖兽的妖丹 才有可能从中提炼出 一滴圆精 如果低于四阶 则要更多的妖丹 才能提出一滴圆精了 所以呢 是杀的妖兽越多 得到妖丹的机会 变越大 得到的圆精 才会更多 为了保证 圆精的纯正 而且最好是 同种妖兽的内丹 这样 圆精的气息 才能非常的纯正 炼制出来的 原神法器 那自然是要更好 如果用不同妖兽的妖丹 气息会显得 极其搬杂混乱 会大幅度的降低 原神法器的威力的 叶琴竟然发现 这里有数以万计的 庞大火鸭群 自然他是不会放过的 数万只低阶火鸭 估计大约能够给他 数十枚低阶的妖丹了 所以就在一切准备就绪之下 猎杀火鸭的行动就开始了 而叶琴钻入山峰半腰的洞穴之后 开始借助这洞穴狭小的优势 是死守在原地 是目光冷冽的猎杀冲入洞窟的火鸭 神石则控制着暴涨的飞溅 只要剑猛绞杀过去 就会直接斩落十余只火鸭 所以短短的片刻功夫 洞穴的地面上就铺上了一层 火鸭零碎的尸体 同伴的死伤 令洞外的数以万计的火鸭 那是越来越疯狂了 每一只火鸭都是本能的张烤 朝山腹洞穴之内 喷出一股股的高温火焰 这个温度几乎令洞穴口的岩石 都开始融化 数以万计的火呀 那是不要命的往洞穴里面冲来 而叶琴虽然全力用法力 抵挡扑杀 但终究啊 法力有不叙的时候 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呢 他是渐渐的往洞穴深处撤退 以争取一些恢复法力的时间 厮杀 死守 抵挡不住 后退 再厮杀 这样反复地循环着 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 也不清楚是杀了多少的火鸭 反正是始终重复着一件事情 那就是杀火鸭 洞穴内某处 一群十多只二阶三阶的火鸭 口中发出压压的怪叫 扑腾着火红的翅膀 是快速地飞过这里 突然一到一丈长的灵力剑猛 从洞穴深处 毫征兆的是绞杀了过去 扑齿一声 这十余之火呀 惊剑敌袭是顿时大乱 口中呢是喷出一团团的火焰球 攻击那饼飞剑 可惜没什么用 它们只是刚发出了一两声的惊叫 便被飞剑是斩落了下来 一支都没有逃出去 而那十余团四射的火焰球呢 是纷纷地打在洞壁之上 它是炸裂了不少的岩石沙浆 叶琴是收回了飞剑 神石熟练地扫过每一具火鸭的尸体 发现其中一只火鸭的体内 有浓烈的火灵器 它是心中一动 手中打出一道白光 击向那只火鸭的尸体 在它体内啊 一枚红光灿灿的火系腰单 配着白光给逼了出来 它试图呢是飞串离开 却被叶琴的法力 给牢牢地以法力控制着 朝叶琴飞去 叶琴是淡淡一笑伸出手指 捏住那枚小小的火鸭腰单 手一翻就将它装到了锄大之中 它数了一下袋中的腰单的数量 是嘀咕了一声 加上这枚三级的腰单 已经收集了三十多枚火鸭腰单了 估计这数量该构提取出一滴圆精了 正在这时 它听到远方洞穴传来 大群火鸭噗哧扑哧的声音 叶琴脸色那是微微一变 这个声音至少是数百只火鸭了 它那足下是轻轻一点 在洞穴之内就消失了踪迹 小片刻之后 它来到了一处隐蔽的石室之外 推动一块沉重的巨石 将洞穴入口给封住 与世隔绝了 这个石室啊 是它早先在山坟内挖出来的藏身之地 左右出口都是以万斤巨石封堵 用镇齐啊 在出口处呢 设立了换阵 还撒上了掩盖气味的药粉 跟着火鸭兜了这么久 它发现同时必须使用多种手段 掩盖住自己的所有蛛丝马迹 这才能避免这些精明的火鸭 发现自己的所在位置 随后叶琴才如是重负 松了一口气 在石室内是盘膝而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